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做法平面上有两向量 A向量等于-21 B向量等于-34 是求第一小题 A向量在B向量上的正摄影 第二小题 A向量在B向量上的正摄影长 那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首先 A向量在B向量上的正摄影为 这是A向量 与B向量的内积 去除以这是B向量 长度的平方 然后再乘以B向量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先计算 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是值 那么两向量内积 这是X分量相乘 加上Y分量相乘 所以呢-2乘以-3 这负责证 所以2乘以36 是6加上1乘以4 这是4 所以我们算出这是等于10 那么B向量长度平方 这是等于X分量的平方 加上Y分量的平方 所以呢-3曲平方是9 加上4曲平方 这是16 所以呢我们算出 这是等于25 所以我们再进来 这是等于10 去除以25 然后再去乘以B向量 这个是-3 4 那么25分之10 也就是5分之2 所以呢我们乘到分量里面去 我们得到 这是等于 负的5分之6 然后这是正的5分之8 这个答案 那么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A向量 在B向量上的正色隐藏 所以呢 现在等于是要计算 这一个向量的长度 那么我们先计算 这个向量长度的平方 那么假设这是U向量 那么这时候是等于 负的5分之6 然后这是5分之8 那么U向量长度的平方 这是等于X分量的平方 加上Y分量的平方 所以呢负的5分之6 曲平方 这是25分之36 加上5分之8曲平方 这是25分之64 所以呢这相加 结果是25分之100 所以呢这是等于4 因此呢 我们这U向量的长度 就是等于 根号4 也就是2 这个答案 是5分之1 就等于4分之1